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宝可能是上嘴唇下嘴唇都普遍的相对的话 普遍都会比较厚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说上嘴唇和下嘴唇一起做的 即使是说有的宝宝说我只想做上嘴唇 然后改薄一些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院长也会建议 根据这个个人的这个比例问题 上嘴唇可能去除的这个皮肤组织多一些 那可能下嘴唇相对于去除的这个组织要少一些 这样我们上下比例要形成一个协调性的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这个嘴唇的上下唇的这个比例呢 我们说一般的话 它可能是7比10的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说咱们在做这个嘴唇手术之前 院长会根据咱们这个嘴唇的横幅的这个大小的比例 和咱们整体面部的比例进行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设定 之后呢然后去判断我们要去除多少 上嘴唇去除多少下嘴唇去除多少 上下嘴唇一般情况下是一起进行改善的 然后呢咱们做手术的话 是在这个唇的这个唇粘膜的这个位置 唇内侧粘膜位置进行一个切开 然后去除它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组织啊 还有这个皮肤组织 然后呢同时呢 其实在咱们做这个后唇改薄的同时 是可以就是说一起做一下这个唇珠 有的宝宝可能没有唇珠嘛 比较喜欢唇珠的人呢 其实是可以一起在这个唇改薄的上嘴唇 这个部位唇改薄的同时呢 把唇珠做出来 然后它这个唇珠两边的M字形的话 也可以同时做出来 那这也看个人的喜好 那有的人说可能我不太喜欢唇珠 或者说唇珠的大小 都是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一个选择的 就像之前我们就有一个顾客嘛 然后他呢 他是觉得自己上嘴唇太厚了 他只想改善上嘴唇 但是呢院长看了以后的话呢 院长说的是上嘴唇改善的话呢 其实下嘴唇看起来也会不协调的 所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 上下嘴唇是一起协调这样做 才是好的 然后当时呢 呃院长也是推荐了他一下这个人中 因为他的这个嘴唇做了以后的话呢 人中他会有长度会有变化的 所以说有些顾客的话呢 他做完以后他人会变长 所以说人中缩短一起做的话呢 是效果会更好的 对对 人中可以一起做 对对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来建院长 看院长怎么建议我们来 做什么手术啊方案啊 还是要听院长的 嗯 好的 行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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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